菜品如人品 做菜如说人 大家好,我是阿兰 电饭包盐焗鸡鸡 大家都吃过 但是高压盐焗鸡鸡吃过没有 今天这个高压盐焗鸡非常的简单 没有谈过另外的三黄鸡一只 然后老姜和小葱 以及这个关键性的盐焗鸡鸡粉 和这个高压锅 我们先来把这个姜切成姜片 葱切成葱段 然后这个鸡美丽 我们把它剁下来 鸡爪也剁下来不要 接着我们用牙签 这个没谈过那样的鸡做个针灸 让它待会更方便入味 我就是融磨磨在世 炸 炸好之后我们放入这个姜葱 以及多一点的料酒 淹出这个姜葱汁 接着我们倒入这个盐焗鸡条 来给它做一个免费的十八 大家看一下这个盐焗鸡条料 效果是蛮好的 给它按摩好之后 我们封上保鲜膜 然后我们放入冰箱冷藏 半个小时 让它腌制入味 腌制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要准备开始压了 然后把这个腌鸡的一个料汁 到这个高压锅里面 接着我们来一点这个花生油 扛上锅杆 我们上去压五分钟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三黄鸡的一个肉质比较嫩 所以五分钟足够了 好了压了五分钟之后 我们把火关掉 让它焖至十分钟左右 好了现在就鸡出锅了 下面还是来替大家简单的试一下味 今天这里压了五分钟 焖了八分钟 鲜嫩多汁 这个准备了一个蒜蓉辣椒酱 蘸一下 非常的香 再配上前两天做的这个开胃冰爽萝卜 特别到位 那么今天这个高压盐焗鸡 这道菜有几个关键点要把握住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鸡 在放姜葱料酒和这个盐焗鸡粉腌制之前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牙签或者煎一点的东西 要把它生酱 它很多洞出来 这样我们这个后面腌制的时候 它这个鸡材会更容易入味 我们这个鸡材会更好吃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高压锅压制的时候 我们这个姜葱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高压锅下面 把它垫底垫一层 避免它压活 今天我这里有一个小点的失误 我把这个姜葱 把它放到这个鸡肚子里面去了 这是一个没有想到周全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 不管是用电饭煲 还是说用高压锅 下面垫一层这个姜葱 这样它就不会烧糊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高压研究机 按照这个色泽 还是非常的有食欲 那么最后大家如果喜欢今天这道高压研究机的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收藏转发 或者说在评论区下面 发表你们自己的看法 同时选了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阿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